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劳动局的劳资协调呢 今天要招开 所以他们等一下要去进行协调 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 特别是主持相关协调的委员主席 能够倾听产业劳工的心声 秉公来处理 政府要我们两家 就是第一金控 还有照风金控 作为种子部队 要去病其他航库 就是所谓政府要打亚洲杯公共病 那我们到目前截止 只有喊公共病 我们看不到政府的规划在哪里 种效在哪里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一加一并不等于二 而且是小于二 其实今天站在这边 我可能是我合作金库最百感交集 过去合作金库帮政府处理多少基层金融的问题 结果今天竟然是一家可能被消灭的银行 政府这不是过来的拆桥吗 他把我们拆的这个桥 对他有什么好处 真的我不懂 刚刚各位理事长都有讲到 到底公共病有没有忠效 其实最了解银行的是我们这些基层员工 我们认为没有忠效 可是政府一直不敢出来面对我们 他们只会在媒体放话 他说有忠效做忠效 我们讲他都不听 到底怎么回事不晓得 如果是我跟华南低银行 低金控跟华南金控合并 我们同时有客户 受信客户 在低银行有10亿的受信额度 在华南银行也有10亿的受信额度 因为我们两家合并以后 这受信客户不会变成20亿的额度 还是一样10亿 所以他知道说 这两家要合并了 他赶快跑去其他行库 譬如跑到国泰市瓦 或者是跑到富邦去了 好这是换款部分 那存款部分呢 存款客户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的台湾的金融存保是300万 我们的客户在低银行有定期存款300万 在华南金控也300万 我们两个合并以后 额度不会变成600万 还是300万 所以这个客户会去哪里 他也会去跑到其他银行 私人银行去 去存款 比如到那个花旗啊 或者是汇轰 那是不是把我们这些 好的客户 优质的客户把他挤到 那个 那个 私人航库去 那政府的政策不一定是对的 而且虎头蛇尾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就下去做了 包括现在的公共病也是一样 他提出一个公共病 去年的11月 我们的金管会主委 叫做曾明中先生 把我们所有范公骨理事长请过去 一个一个问 你要不要公共病 不要的话下次你们开会的不要来 反对的人不要来 有这种主委吗 我想在场的理事长都是可以见证的 他一个一个问 反对的不要来 你要让我们回去思考啊 不是当场要答案啊 因为你是突然叫我们去的 现在大家答案出来的 都反对 为什么呢 就像刚才我讲的 10%出来以后 没有后续的规划 现在公共病出来以后 他有后续的规划 没有 大不一定是美 大不一定是美 你反而是小而美 因为每个家 每个公骨行货 有自己的优点 有自己的特点 你光两家的结合 光内部人事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结构的问题 要5年10年 内论都不停了 这以前就有利可循了 这种的文化的不同 就自己产生一种互相的汉格不入了 怎么样去外面打仗 所以呢 我们应该是政府要问说 公共病好不好 大家商讨一下 怎么样因为什么不好 既然 既然公共病是不行的话 那请各位加强体质 各位每一家 把你们自己的体质壮大 我们要打亚洲杯了 要打世界杯了 各位加油 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啊 我们财政部张部长一直所说的 公共病以后可以达到的重效 那么那个四点重效 包括要打区域经济 要发展区域经济 以及要扩大规模 以及跟第三次 那个全力三里 以及第四点是这个 那个提高企业价值 这个在我们工会看来呢 真的这几点 他们所要达到的重效 完全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 所以说让我们一直在质疑 你今天到底是为了合并而合并呢 还是为了要达到重效 才要来做这个合并的动作 我要呼应马政府 你最后还有一年半的政绩要表现 不要投入在这个无谓的公共病 这是错误的决策 请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包括明年总统大选 立委 那个立委选举 都会私信移民 霸共在所不息